你不吃的话老爸会很担心的 我现在不饿 饿得我会吃的 怎么了 你有你的烦恼 我有我的烦恼 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连 怎么说呢 你被下了爱情的魔咒 不敢和心爱的人结婚 我却面对一个爱着我的男人 还有我爱着的男人 不知道要怎么办啊 你不是常常说 跟着心中的感觉走吗 那你喜欢谁多一点 就喜欢谁好吗 有时候却觉得被爱比爱人幸福多了 那你就选那个爱你多一点的人咯 你的问题啊 比我简单多了 其实你的问题根本不复杂 是你硬要把它搞复杂而已 别人发生意外 你怎么可以怪自己啊 好了 不说了 好了 不说了 所以你不吃了 现在山珍海味我都吃不下了 老爸的爱心面 比任而山珍海味珍贵多了 你不吃的话 他会很难过的 吃吧 我吃了 好